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那這次開的東西就是我們 我們的9月最新景品 鬼滅之刃 然後這次鬼滅之刃有出兩隻 一隻是米豆子一隻是善蜜 然後米豆子這次的造型是異色版 他是比較淡一點的顏色 因為最近鬼滅之刃的人氣非常的高 那目前鬼滅也是播到22節 那具體我就不跟大家聚透 這個一樣是我們南崁豬帽子買的 一隻精品均衣價450元兩隻900台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好的那我們現在已經開箱完畢 我們可以看到米豆子跟善蜜 都是總共三個配件 他們只有頭、身體跟底座 這個也跟我們8月景品是一樣的 他的底座是全黑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組裝 好我們組裝完畢了 那個女生好可愛喔 沒錯米豆子真的很可愛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兩隻景品 其實是做得非常的棒 那細節我們就到我們後面的細節時間 Let's go 首先我們先來看善意 善意主要的配色就是黃色 大家也知道他是使用雷之呼吸 有看過動畫的夥伴 我們都知道其實善意一開始的頭髮是 黑色的 那有一天 他在訓練的時候 天下降下一道雷 然後打到他之後他的頭就變 這頭美麗的金色秀法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善意臉的部分 這次算是做比較認真的感覺 動畫前期 善意的表現就是一個比較膽小比較弱弱的那種感覺 那眼神也 一樣稍微是有些 空洞 不過我覺得這個臉 認真的表情做得很帥 再來是看到頭髮的部分 他頭髮一樣是做兩個顏色 就是黃色跟橘色 就是做這種漸層色 善意的這種 頭髮的特點是有做出來 這種波浪狀 我們往下看看到他外套的部分 他外套一樣也是做 黃色跟橘色的這種深淺的感覺 那基本上皺摺也是有 做出來 制服來說這鬼殺隊的制服 大家不陌生 鬼殺隊的制服就是全黑的 那該有的皺摺一樣是有 他這邊也是做黃色跟橘色的深淺色 再來我們看到他配刀的部分 他配刀 該刻畫的地方都有刻畫出來 這個部分 還OK 做工還算是蠻仔細 整體上 我覺得還蠻帥的 那 這個就是善意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目前 鬼滅 人氣最高的角色 是我們米豆子 這次是做異色 所以他整身的顏色就是有做比較淡化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臉的部分 現在臉做的 沒有繃 OK 我覺得蠻漂亮的 再來是他的註冊商標 這個竹子 也是沒有什麼蠟齁 OK 好 再來是頭髮的部分 因為他頭髮基本上還是有做 兩種顏色 那上面就是原本米豆子的髮色 那下面是橘色 這次我看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的頭髮跟他前面這 瀏海 就 不是一體身型 他 這邊像是畫上去 感覺怪怪的 不過你拉遠看的話 其實覺得還好 好再我們往下看 他和服的部分 其實做的還蠻漂亮的 那該刻畫的東西都有刻畫出來 像他這個 和服上面的線條 都是有刻出來的 蠻棒的 他這外套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說他是做比較淡化 所以 這看起來比較像是 咖啡色的一種 那該 做的皺摺也是有做出來 再往下看 他在這邊 動畫他是做黑色 所以他這次一樣是淡化 也是類似咖啡色的顏色 那這次我覺得他做的非常細的部分就是 他這個指甲 他有給他塗指甲油 真的做的很細 那他指甲是尖的 因為畢竟 迷豆子現在不是人 他是鬼 好 經過我剛剛 跟我的女朋友們 熱烈的討論 他們分別是我的 左跟右 那剛剛我們討論的結果就是 其實 善意真的做的還蠻帥的 那這次這個善意是做 像是那種 比較認真版的 那種感覺 就是相較之下 跟動畫相比 他的眼神 就比較不一樣 那再來是他的衣服也是 見人色都是有做出來的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 米豆子 因為他這次做的是異色版 就是會有一種 復古風的感覺 然後 我發現有一個 比較 怪異的點 就是他頭髮這邊 他那個 類似瀏海的地方 感覺好像用筆還是什麼 畫上去的感覺 他就不是跟我們這上面的 頭髮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個小瑕疵啊 不過 遠看來說 其實也 不太構成 我對他 有減分的效果 這樣子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小鈴鐺 跟 點贊我的Facebook粉絲團 那也不要忘記去幫我們的豬帽子粉絲團按一個讚喔 那粉絲團網址我會放在影片資訊欄下方 我是好大家 掰掰